这天一早 那闹鬼的大楼下 两个房东 正给一个看上去 土头土脑的中年汉子 付了一百块的劳务费 谢谢老板 那我就先走了 有活儿您再叫我 这人正是 两个心术不正的房东 找来实验 还有没有鬼的守夜人 鬼怪一除 这是别人说的 自己总得厌厌货 别被别人忽悠了 那个中年人 拿着刚赚到的老物费走了 心里还盘算着 一晚上给一百 真不错 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找到 这样的活儿了 你们两个差不多了吧 这两个房主心里明白 那乡下小子有些本事 鬼怪应该是除掉了 可是 他们又不想轻易地给钱 于是 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二哥 你说 稳妥点吧 咱再找个人过来试试吧 您看 我们想再找个 求稳妥 稳妥 坐在后面的秦大麻烦 早就不耐烦了 这两个人的口碑 他也是有所了解 但是 想在他秦大麻烦那耍滑头的人 还没出声呢 你们跟我说说 你们实验几次了 信不过我老秦是吗 没有 不敢呢 黑白两道 谁不认识秦大麻烦呢 都会给他几番面子 眼前这两个人 明显是有些惹恼他了 其实这俩人不是第一次实验了 前前后后 找了三四个人实验过了 第二天都是好好的 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 让他们往外掏钱 那真的是比割肉都疼啊 我们怎么会不相信您呢 只是这事 他也没啥成本 要不 有话直说 我们的意思是 您看这劳务费 能不能便宜点 我们也不容易啊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呢 话说到这里 秦大麻烦可就不客气了 口中的语气也就沉了下来 有空到道上打听打听你家二爷 别在这儿跟我耍花枪 秦大麻烦掏出一根烟 慢悠悠地点上 语气很慢 很冷淡地说着话 嫌你们敢少一分试试 突然 他声调猛然地一提高 车里的温度 立马就低了好几度 一瞬间 空气都压抑了起来 你们别生气啊 我们随便说说 就是就是 秦大麻烦的气势一变 那一胖一瘦 两个家伙 立马就受不了了 冷汗顺着额头往下躺 说话也开始结巴了起来 钱 今天晚上一分不少地 打到我的卡上 不然 就别怪我不讲究了 秦大麻烦没理会他俩 若无其事地下了车 不用让我上门去要吧 那价钱可就不是这价了 临走时 那灵力的眼神 差点把那胖子给吓尿了 不用不用 您放心就好了 我们这就去安排 这秦大麻烦的名头 他们都听说过 能被叫做大麻烦 就知道此人不好惹 这家伙以前真的是性差吗 是 就是比昏子还昏 看着秦大麻烦走远了 两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身体瘫软了下来 算了 咱们一会儿去给他打钱吧 两个人虽然心疼钱 但是又不敢招惹秦大麻烦 商量了一下 还是乖乖地去打钱好了 可是 他们都没注意到 此时车后座上 窜上了一只大老鼠 这只大老鼠叼着一个用红线绑上一卷的黄纸服 纸服中包裹着一节黑漆的木炭 将东西放在后座上 他接着又窜出了车门 大老鼠的一套操作 前座的两人完全没有察觉 一脚油门 开车上了路 哎呀 咱也不敢轻易抄惹他呀 哎呀 走吧走吧 哎呀 二十万就这么没了 真不甘心呢 话说这俩人 正开着价值不菲的轿车 行驶在不算宽敞的老城区的马路上 等老子有一天能力够了 第一个收拾的心打麻烦 二哥 等这事过了 咱们也敲他一罐黑的 因为刚刚划走二十万给其那麻烦 两人一阵的心疼 是边走边骂着 找几个中间 房子咱们尽快出手 价格必须翻两倍 咱哥俩该发财了 正在这时 两人突然感觉到身后 传来一种异样的感觉 就好像后面 有人盯着他们看一样 那矮胖子下意识地 扫了一眼反光镜 可这一看 吓得他当时就吼了出来 原来 从反光镜中他看到 后座上正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而大火之中 还有几个猙獰恐怖的鬼影 在舞动着 有鬼啊 两人忙着回头看去 果然 后座上一片火海 火光中的鬼影 正猙獰地朝两人扑过来 鬼影如一阵风一般扑过去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两个人惊魂未定 刚吁了口气 却又发现了另一幕恐怖的画面 不好前面 胖子的话还没说完 近百万的轿车 就撞到了路边的电信杆上 多亏这车好 虽然前面撞得不轻 但是两人并未受伤 连番遭到惊吓的两人 忙着从车上爬了下来 可这两人刚跑到了车外站定 就见眼前的火光一闪 瞬间 那汽车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转眼见 价值不菲的轿车 就被烧成了废铁 这恐怕就是 对这两个为了钱财 不顾及别人生命的吝啬鬼 最好的惩罚了 二哥 咱的车上全线了吗 车什么来咯 你不知道吗 哪来的全线呢 哥 那倩条也在车上 哎呀 这一下 他欠咱的钱 不用还了不说 还得倒贴几十万呢 其实啊 这都是小狗安排的 他实在气不过 这两人拿着别人的生命 去冒险的样子 就想惩罚一下这两个人 经过反复的计算和测量 小狗定好了 这只伤财不伤人的计策 放下那两个 正在嚎啕大哭的吝啬鬼不说 咱再说说陈小狗和鲁大刚 此时 这两人正趁着夜色 在景山公园中 吭吱吭吱地挖坑呢 哎呀 累死我了 就不能弄一个炸药爆一下吗 你的脑子是不是不会转弯啊 这山的周围都是闹市区 这景山公园土中近十岁时 大刚挖了两个多小时 刚挖出半米多深 此时 累得是满头大汗 而小狗 早点收空 不过大刚此时 正累得徐徐带传 看小狗那悠哉游哉的样子 免不了不平衡地吐槽了两句 你懂啥呀 我可是仙家山最优秀的船人 总不能什么都指望着别人帮忙 其实 这尸煞小狗不是第一次对付了 但每次都有刨尸狗帮忙 可这次 小狗想按照仙山路上记载的方法 试着对付一项的尸煞 这些传承的手艺 不能在我这儿乱了 你能把淳博的本事都学明白了 就不错了 这样 既能好好学习 又能实践一下这本仙山路 这可是本传世奇俗啊 放心吧 我已经通知刨尸狗大叔了 这么好的补品 可不能浪费了 不过 虽然打定了主意 陈小狗还是通知了刨尸狗 这尸煞对别人来说是危险 但是 对于刨尸狗来说 却是难得的滋补佳品 叶木大叔 这到底还要挖多久啊 哎呀 按说也应该挖通了呀 话说这在哪儿挖 挖多深 都是擅长于探动的夜魔安排呢 大刚这一抱怨 一直在旁边没出声的夜魔 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了 大叔啊 这话您今晚都说了好几次了 咱能有点谱吗 哎呀呀呀 按说啊 可正当大刚抱怨 夜魔说话的水分有些大事 突然感觉脚下一转 接着身体就失去了重心 大刚 我说快痛了吧 原来夜魔还真没看错 大刚已经把土层挖穿了 只不过剩下的最下面那层土 有点硬在支撑着 此时大刚一活动 人接着就掉了下去 小狗和夜魔担心大刚有危险 忙着跑上前往下看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屁股疼 哎呀 耍死我了 大刚倒也是皮糙肉厚 一咕噜声从地上爬起来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身后的黑暗中 传来嘎嘎的几声怪叫 大刚盲借着头顶朦胧的光线 往后看去 可这一看 吓得他冷汗顿时就下来了 原来 在石头洞的心头 一条不宽的石缝中 此时 正有一个披头散发的高大身影 正在往外爬呢 那尖利的指甲挠抓着石壁 发出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 小狗 快 赶紧抄家伙了 大刚顿时就明白了 这就是夜魔说的那个施煞 可眼下自己赤手空拳的状态 不吃亏才怪呢 于是 他忙着大喊了起来 别叫了 来了 还真在这里啊 那家伙 快头不小呢 大刚的话音刚落 就见小狗已经从洞口处跳了下来 这家伙 生前应该也是个能杀贯战之人 不过 下来后看到那施煞 小狗的心反倒是放下了 没事 他一时还出不来 因为严峰狭窄 这施煞被卡在了中间 随着他猛烈的挣扎 碎时不断地落下 但是 一时半会儿 他还出不来 咱还有一些时间 叶摩大叔 您去接一下刨尸狗大叔 小狗见还有时间 便让叶摩去接应一下刨尸狗 好嘞 这里并不是深山老林的 以刨尸狗的怪异模样 还是谨慎点好 不要太招摇 惹来麻烦 找个熟悉路地带着他过来 咱怎么干 老规矩 你就站在这里别动就行 叶摩一扇翅膀飞走了 而陈小狗一拍陆大刚的肩膀 安排起了对付施煞的计划 又拿我当诱饵 别这么说嘛 咱们这不分工明确吗 没有意外 小狗一肚子的心眼 又把生气旺的大刚 当成了诱饵 接着小狗在随身带来的大包中 翻找了起来 然后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老师的磨斗 就是他了 大刚看着小狗在那尸煞卡中的石缝前 忙活了好一通 但他看了半天 也没明白小狗这是在干啥 好了 咱看着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就这些样东西能行吗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之后 小狗终于忙活完了 向后推了几步 先生路上是这么记载的 咱试试呗 小狗在那石缝前 拉了十二条磨斗线 又在石缝前的地面上 铺上了一层绊了熊黄的糯米 来 再给你一把铜豆子 要是那些都拦不住它 就撒出去 要是这些都不还用啊 陈小狗又找出了一把铜豆子 交给了陆大纲 然后便翻开了那本仙山路 这些总能顶一阵吧 我再找找其他的方法 你 看到这里 大纲总算是看明白了 陈小狗这家伙 就是在献血献卖呀 你小子是不是太儿戏了 放心 你有工程意外险的 你给我滚蛋 两个人斗嘴的话还没说完 大纲就闭了嘴 因为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滋滋的响声 随即又响起了那施煞的惨叫声 他回头一看 果然 那施煞已经从石缝中挣脱了出来 但是 此时却又被小狗射下的磨斗线缠住了 说来也怪 那磨斗线一碰到石煞就冒出了阵阵的白烟 大纲仔细一瞧 那极细的磨斗线 此时如烧红的铁丝一般 在石煞身上炙烤出了一道道的伤痕 而且 这明明就是细细的棉线 竟然让大块头的石煞挣脱不得 由于那石煞没什么心智 一番挣扎后 那磨斗线缠得满身都是 这下可是吃足了苦头了 几乎全身都被炙烧得滋滋作响 白烟似气 大纲怎么都没想到 这第一关的磨斗线竟然这么厉害 看来今晚的战斗很简单 不由得有些窃喜 可还没等大纲高兴完 突然 就见那施煞的胸口 猛地射出了一团金黄色的光线 那缠在他身上的磨斗线 瞬间就化为了灰烬 随着磨斗线灰线的飘落 那金色的光线也散去了 因为这次的吃亏 那施煞的眼中 红光大胜了起来 那施煞看着面前两人 表情立马就凶利了起来 接着便狠狠地朝着两人冲过来 可当他刚往前迈一步 就踩在了那层糯米上面 顿时 就如同踩在了火炭上一般 一瞬间 他的双脚被烧得皮削肉烂 泛着浓浓的白烟不说 还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焦臭味 大刚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可是 他刚挂在脸上的笑容 接着又僵住了 因为 那施煞的胸口 又一次射出了一道金光 护住了他的身体 这次大刚看得清楚 那发光的正是施煞胸口的那块金牌 一道金光过后 那施煞似乎完全不受糯米所致 偶偶怪叫着向大刚扑了过来 大刚被这一连串的变化弄得有些发懵 不过 他很快就想起了小狗 还给自己了一把铜豆子 找案记吧 眼见的施煞就扑到了跟前 大刚也不敢怠慢 忙着把手中的铜豆子 朝着施煞扔了过去 大刚情急之下 也没什么准头 好在铜豆子很多 大部分都打在了施煞的身上 也不知为什么 小狗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碎铜粒 竟然这么厉害 钻入施煞的皮肉后 接着又一个个的炸裂开来 那施煞顿时惨叫声连连 可是 与前两次相同 那施煞胸口的金牌 又一次发出刺眼的金光 历史 那些铜豆子 都噼里啪啦地掉落在地上了 金光过后 施煞的身上 除了一个个被灼伤的肉坑以外 再没啥大伤害了 这一下 大刚心中有些慌了 小狗 咱们的招数都用完了 你找到别的方法了没有啊 别喊了 这不正忙活着呢吗 没想到一回头 就见陈小狗正在自己的身后忙活着呢 只是自己的注意力都被施煞吸引了 一直没有察觉而已 八卦浮石阵 祖师爷创造的阵法 我就不信 这还对付不了他 只见小狗按照书上写的 从大包中拿出了八面小旗 在石洞中的几个方位上插了下去 靠后 靠后 小狗的八面旗子刚插完 那施煞已经冲到了跟前 小狗一把将大刚拉到了旗阵的后面 眼睛紧紧地盯上了施煞 这施煞没有心智 也想不了那么多 大吼了一声 就冲进了旗阵 脚刚踏入旗阵 就见那施煞的身体猛得一僵 接着就气力地怪叫了起来 仙家山祖师爷廖凤一 所创的八卦浮石阵 着实厉害 只见那施煞 瞬间全身就燃起了火焰 把那施煞烧得浑身漆黑 小狗手也不错呀 这就成了吧 不对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 大刚看到这里 正想夸小狗几句 但是却见小狗的脸色 猛得沉了下来